我们再来看第二节内容 那么这节呢 我们讲到的是macOS X啊 这个一般呢 我们都叫mac 以后呢 我们后边这一串 我们就整个月掉 好吧 小时候我说mac 你就知道我说的是macOS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名字 操作系统的用使用 我们来看这节内容 还是比较多啊 我们也就讲一个 windows操作系统 那么使用 其实我们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这个至少写800页 都写不完的 这样一本书 但是我们 这个讲这个mac啊 可能我们就 这个 简单的就是你会用 这个最上边呢 这个开发我们这个iOS 能用到的就OK了 好吧 那么更多的一些内容啊 我们当然这个 比如说你想实现 那个 一个音视频的播放 那些播放器啊 一些常用软件的一些 使用 我们在这没有介绍到 这也足够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macOS操作系统 另外呢就是windows 操作习惯的改变 你之前用windows 那么到mac上面怎么用 对吧 嗯 上面有桌面 有菜单 有一个叫funder 这个是找东西是吧 嗯 行找者是吧 有一个叫duck的 是一个启动 启动面板 后边有应用程序 常用的应用程序 有这个文件和文件夹 系统一些偏好设置 常用一些快捷键 后边是软件的安装和卸展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macOS操作系统 一个介绍啊 嗯 它是基于这个BSD UNIX BSD UNIX 是UNIX的一个分支 嗯 嗯 图形介练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啊 包括我们这个iOS设备 它说速度非常快呢 原因就是什么呀 这个根基比较好 嗯 底层就是UNIX UNIX 我们都知道 是这个C元写的啊 这个 它这大型的服务器 比如说我们银行啊 电信啊 证券啊 政府的这些服务器 都用的是这个UNIX操作系统 我们说一个UNIX操作系统 你放那三年 然后不用管它 它不会死机 Windows呢 放那三天 是吧 嗯 就会死机要重启一下 谁说稳定性还是差很多 嗯 另外呢 它比这个Linux呢 更人心快一些 我们说Linux是一个开源的啊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我们都叫类UNIX 它很多功能呢 都是模仿UNIX来实现的 但是Linux没有一个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操作界面 那我们这个MacOS呢 是在UNIX上面加了一套自己啊 就是Cocos 我们后面会讲 这样一套图形界面 那么操作起来呢 底层速度快 上层呢 图形界面做得好 这样呢 就是什么 又有速度 又方便 又会操作 对吧 嗯 那么第三点呢 它也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比Windows更安全 你看我们这个 有360有没有 嗯 我们装上了Windows的这个操作系统 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 装沙兔 装沙兔软件 原因就是什么呀 这个Windows平台上边的病毒太多了 是吧 对 造调的360 是吧 这样一个公司 而且上市了 那么你要用Mac外的操作系统 你不用担心病毒的事情 你根本不用安装什么病毒 沙兔软件 对吧 诶 这么一想 还都没有啊 没有是吧 没有 用了什么时间 一个病毒没有 是吧 这个的确是这样 因为 本身啊 它这个Unix系统 这个安全性做的就非常好 是吧 不给你机会 是吧 你根本就 这个这些这个 说是什么黑客呀 是吧 攻击不了 那么后边就是 类比Windows来学习Mac 这个很多功能啊 其实我们Windows啊 最早啊 都是学习Mac操作系统 只不过这个 我们讲这个 说美国的两个 两个这个IT 这个业界的一个伟人嘛 一个是这个Beer Guys 另外一个是乔布斯 乔布斯 嗯 对 乔布斯 包括他那个搭档啊 这个都是技术天才 嗯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Beer Guys 也是技术家销售天才 营销天才 对 所以一开始呢 这个这个谁 这个这个Beer Guys 在的时候呢 始终是 怎么样了 没有这个乔布斯的 这个是吧 对 出头是 后来这个 这个 这个 别人人家不干了 是吧 这个乔布斯起来了 嗯 就是他会营销 然后呢 他很多东西都是 说微软有的 有很多个三个本领啊 最基本上有三个本领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第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凭谁血多 不放血 你说你要要钱是吧 之前我们记得有一个 浏览器啊 叫这个 网警 Nescape 浏览器那时候是非常火的 微软为了推广他的ID浏览器 其实ID浏览器是很垃圾的 现在这个漏洞百出是吧 对 也都不怎么用了 但是他想推怎么办呢 你卖钱 你卖钱我就怎么样 我就这个 我就这个绑定 绑定到文字死边 不要钱销售 第二个他还会怎么做呢 就是挖墙脚 你说你这个 你说苹果公司有一个 技术核心骨干是吧 我就发重金 把你挖过来 你说要多少钱吧 是吧 年薪说500万美金 是吧 我给你六本啊 是吧 把你所有的孩子呀 然后这个后边的 一些父母呀 一些养老这些工作 都给你做 是吧 把保姆都都顾好了 是吧 经不起一个货 是吧 这就过去了 所以说他这个 有很多策略啊 这倒就了Windows 现在好像是 也在走下坡路 对吧 好好学习Mac 是吧 那下边我们来看看 这个你用惯了Windows之后啊 再来用这个Mac系统的时候 哪些这个习惯需要改变一下 第一个 我们在Windows里边经常会有个资源管理器有没有 说找东西去哪找呀 去这个资源管理器里边去找 对吧 打开我的电脑资源管理器 然后里边有各种点硬盘呀软盘呀是吧光盘呀 买一堆东西 都在这里边 那对应的 对应的在我们这个Mac里边 它有一个叫Funder的 后面我会详细讲到啊 另外一个叫控制面板 说这个声卡 声卡没有声音了 去哪调呀 打开这个我的电脑控制面板 是吧 控制面板里边有这个 声音调一下这个声音 那对应的在我们这个Mac里边有一个系统偏好设置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系统偏好设置 OK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窗口控制 在我们Windows里边 它一般都在右边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这个用Mac系统 一个一开始需要习惯的 上来就要关窗口 找了半天没有 是吧 再找半天发现在左边 是吧 想放到右边去呢 是没有配置项 改不过来 是吧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据说 在我们Windows系统里边 经常会用到一些命令啊 这个命令行 在Mac系统它叫终端 它是一个黑窗口 了吗 LS LS-AL 打一些命令啊 都在这儿 嗯 在Windows里边说装一个QQ 说QQ.exe下载好了 是吧 但是在Mac里边呢 它有一个 它这个可声音文件叫dmg 叫disk image 就是这个叫磁盘镜像 这样一个文件 dmg OK 这样一个缩写 那么你去下载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搜一下 我们摆逗一下 来搜一下 说mac qq 就QQ版的 QQ的mac版 对不对 嗯 那么说 哎 想装一个QQ的mac版 它说你这个 英式平优化版发布 立即下载 那么下载发现 扩展名是dmg 哦 对 对吧 这个也就说 你在Windows里边是.exe 在这儿是dmg 你下载直接 双击可以执行 另外在我们的Windows里边 经常我们说按住Country键 说 复制是吧 嗯 说让我们写一 写一段文章 怎么办了 说让我这个 说让小洛说 写一个 我们现在这个网站 要要要要 这个写一篇软文 小洛说不会写 小洛就去百度搜 是吧 搜完了之后 Country键 是吧 然后再Country键 那么 突然 突然换了mac了 小洛这个怎么样了 找不到Country 找不到Country了 是吧 嗯 那么所以说这个 习惯要改变一下 这个 在mac里边的Country 就是command 嗯 命令 是吧 嗯 你要command c command v OK 嗯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启动菜单 我们说这个 一开始啊 我们说早一个软件 都在哪呢 嗯 Windows里边这有个启动项 有没有 左边栏有一大堆 是吧 启动 启动QQ一点 在我们那个系统里边 没有啊 它有一个Duck Duck什么意思呢 码头 哎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去过天津啊 小时候 小时候 你是不是经常去天津 看那个周杰伦演唱会 是吧 嗯 这个去过天津的码头吗 嗯 没有 没有是吧 这个码头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 KLG有很多激装箱呀 是吧 嗯 说中国山东的大蒜 要运往韩国 是吧 从山东运到天津港 然后这从波海湾 天津港运往这个韩国 那这个大蒜 运过了之后呢 要放到码头上 这个码头上就是一个 长的一个平台 是吧 上边摆放了 一箱子一箱子 这个什么样的大蒜 看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像不像我们那个码头呀 嗯 下边有个平板 平板上边放了几个 我们这个软件 嗯 OK JJDAC很形象 就是启动菜单 一般呢 它默认会在我们 这个脚底下 对吧 嗯 这个下边啊 底边来 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屏幕比较宽啊 我放到右侧边点 可以来显示 OK 刚才我们这个几个习惯 改变了没有 说Ctrl C的时候 一定要按Command键 对吧 嗯 说软门写好了没有 稍等一下 我找着 Ctrl键找不着 那么下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那么 你一开始 比如说买了一个苹果 第一本 要进行LS开发了 上了之后 首先见到的应该是谁呀 首先见到的就是这个桌面 看到没有 嗯 上了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桌面 说桌面就找不着北了 是吧 对 这个桌面上边呢 上了之后默认的打开了一个叫Funder 看这个 这个上边有这个桌面啊 整个就这样一个空的这样一个面板 嗯 其实啊 我们这个桌面是可以经过设置的 比如说你想把这个硬盘显示出来 你可以在通用里边说显示硬盘 勾上 说这个硬盘就有了 嗯 小时候说我这个放到C盘有没有啊 这个C盘在哪儿啊 找不着 是啊 桌面上没有 其实这样可以设置啊 哦 这个1.C盘 说这个外边 你要有一个后边还有一个 插了一个移动硬盘 那怎么办呢 勾上这个外置硬盘 对吧 那么你开启Funder 这个默认打开 这个后边我们再讲 就说 这个桌面 嗯 上边会有个菜单栏 然后呢菜单栏左边啊 是对应的 所以在菜单栏后边我们会讲 就是说你这个菜单会根据什么呀 会根据当前打开的软件的不一样 而改变 嗯 你看现在我打开默认是Funder 看到没有 看到 它显示的就是Funder相关的一个菜单 就是现在我把它切换到我们这个 这个 那看你发现一个菜单变成Chrome浏览器了 嗯 就是说它会根据当前的这个应用程序的不同而 变化 懂这意思吧 嗯 那么右边这部分是不变的 这个地方会显示当前啊正在执行的一些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应用程序比较弱可以按F3啊 嗯 F3里面就可以显示当前我们正在这个运行的一些程序啊 嗯 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连接网络连接 这个是否锁屏这个声音的控制 这个是无线信号这个电量是吧 嗯 输入法 日期时间那些设置 这是当前的用户是吧 嗯 Mobile 老郭 大家有啥问题啊 可以按我 是啊 我可以给大家解答 嗯 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桌面 这个 这个 那么除了桌面之外呢 后边我们还有这个菜单栏啊 刚才看到菜单栏啊 就是在桌面顶部有个菜单栏 菜单栏呢 会随着这个当前活动的应用程序而改变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你这个切换到不同的 你切到Chrome浏览器 那就是Chrome 你切换到Funder 这个菜单变成了Funder OK 它会根据当前我们这个一个活动的应用程序而改变 那么后边呢 我们就要详细讲一下这个Funder 是吧 这个是我们天天都要用的 那么它类似Windows系统下边的一个资源管理器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under里边的一个偏好设置 那么打开之后默认的就是Funder 嗯 Funder.Funder里边有一个偏好设置 关于Funder啊 这里边会有一些版本啊 一些这个说明 这个Funder看一下我们这个图标设计的 非有成有创意 嗯 就是一个脸 那么一看就像是两个脸 然后呢 这个 对 两个脸是吧 还 你这个 再看还是笑脸 是吧 那边是一个酷脸 是吧 这个非常有创意啊 其实 那么这里边我们再看看里边有一些偏好设置 点开偏好设置里面 其中有刚才我说的几项 在桌面上显示哪些项目 要显示显示硬盘吗 要显示这个这个外置这个硬盘也就是说我们有移动硬盘或者U盘对吧 CD或者是已连接到的服务器 这个一般我们这个我建议啊桌面就干干净净的对吧 那么你开启funder打开哪个哪个 那我们开启funder默认就打开桌面 这个我显示的桌面 你可以切换到其他的一些内容 呃 那么另外一个标记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定义自己的一些标记 比如说某一个啊 我标记成什么颜色 然后这里边可以命名 然后这个颜色呢可以来选 这不觉得意义不大 知道有什么回事就行了 这个边栏我们得了解一下 就是你打开了funder之后呢 这个左边这一侧是不是有一个编栏啊 嗯 哎比如说我这这啊 我我根据这个 比如说个人收藏里边 我这这 比如选我的所有文件我勾上 这里边这个我的所有文件怎么样 他就给我显示出来了 嗯 懂这意思吧 懂 比如说我这去去掉 这个就不显示了 是吧 这个勾掉 还显示了 然后就没有了 图片 比如说我不常用的 我图片不想要 我这个home首页也不要 也就是说这些选项呢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什么呀 个人 喜好 个人喜好 你你觉得你你想要让它显示什么 是吧 就是 嗯 共享的一些内容 是吧 刚才小时候说找不着我那个机器了 是吧 嗯 比如说 我要搜其他共享的我这点可以显示出来 嗯 后面还有一些设备啊 硬盘 要不要显示 这个最好硬盘显示出来啊 你不显示硬盘找不着家了 是吧 嗯 还硬盘里边啥东西 OK 高级设置里边啊 有什么显示所有文件的扩展名 这个我建议勾长 就是更改扩展名之前要有提示 请示啊 等等一些内容 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到的Finder里边的一个编号设置啊 嗯 最重要的可以设置 这个桌面上的一个显示内容 以及编栏的一个显示内容 这么两个选项 OK 嗯 那么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这个里边的 设置桌面上显示内容 设置编栏显示内容 Finder的一个文件浏览方式 嗯 那我们用这个Finder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点击文杆 这个文杆下边 固定血糖 在这里边 我们还是找一些东西啊 可能这个末路级别非常多 我们还得不停的怎么样 双击再双击 是吧 再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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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麻烦了是吧 那我教你一个办法 是吧 那我点击这个在线课程 我可以点这个 你会发现怎么样 它一级一级的都给我列出来 嗯 是吧 我说C语言里边 C语言最新课程 这个是不是挺好呀 对 另外比如说你现在要显示一些图片 哎 你就可以这儿 哎 这个你出去旅游了是吧 嗯 找了很多这个漂亮的这个照片 说我选几张是吧 对 要打印出来是吧 这个留作纪念 那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是吧 那么你还可以以方格的方式来展示 哎 另外我还要说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说我我想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怎么创建 比如说我我现在是是这个 都站满了 这种方式 嗯 而这种方式也可以创建 比如说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创建不了文件夹的 这这当然可以创建文件夹 当然这这也可以在这创建文件夹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你可以以这种方式 然后邮件兴建 创建文件夹 OK 也就是说它有不同的浏览模式 你可以在这切换 另外这个地方 你这个里边的内容到底想显示那些项 看这这可以设置 名称要不要 名称不要 然后就关掉 是吧 嗯 名称要显示 那么后边这个 比如说标记 是不是要显示 对吧 嗯 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这个 给他这个 这个来切换啊 这个哪个是第一个哪个是第二个 那后边这边还有一些动作 你要兴建文件夹 显示简介等等 一个排序按什么来排序 是吧 嗯 嗯 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有关这些内容 后边还有一个翻顿的菜单 刚才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你切换到翻顿 上面有菜单 新建一个翻顿 比如说现在我有两个文件夹 想把一个文件夹里边内容拖着到另外一个里边去 我就可以再新建一个翻顿 就是新建一个方口 ok 我直接拖住 然后放进来 ok 嗯 比如说想把这本书放在某一个地方 放到桌面 一拖是不是过来了 嗯 哎 这是我们这个菜单 除了这个这个边界其实就没啥了 这个显示也没有什么 前往这块我说一下 比如说我要通过这个浏览 我这个机器连接到另外一个服务器 在这就通过通过这个Samba 这个Samba是一个协议格式啊 就是网络共享的一个协议 那么在这你可以打服务器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呢 如果它有共享 你回车 它就显示出来了 懂我说意思吧 嗯 嗯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这个菜单 后边 这边还有窗口 是吧 嗯 这窗口里边呢 你是平铺啊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一些这个展现方式 嗯 那么后边我们讲到 怎样能翻点 这看后边内容 后边是一个 刚才是这个Duck Duck刚才说 就是这个码头是吧 嗯 这个有集装箱 一个一个都摆好了 等着那个船过来装走了 类似Windows里边那个启动菜单 嗯 对吧 对 大概一个设置 这个其实它还是很炫的 我们首先一开始打开我们这个Mac操作系统 就是感觉很神秘 对吧 嗯 那么的确啊 它这个有些东西做的是非常炫的 打开偏靠设置里边 这个第三项就是一个Duck 字里边说我这个大小是太小了 我可以这个调整它的大小 嗯 你这个这个缩放也是 比如最大 这个就是你点上去一个缩放比例 哦 个大是吧 嗯 放到哪儿 放在底部 是吧 嗯 缩放比例可以放到最大 这个神奇效果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打开一个或者是啊这个呃打开一个或者关闭一个它的一个动画特效 嗯 这个可以是缩放效果啊 还有一个神奇效果这个 这几个 右边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你怎么 连按窗口标题栏可以这个这么那最小块啊 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设置啊 嗯 你可以勾选 我还把它放到右边去 是吧 这个最好是放大的时候让它小一点 因为我这个内容比较多啊 它可能 我就大概设成这样 OK 嗯 另外就说 哎 我我最常用的时候放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不常用怎么办呢 我这个选项里边其中有一个就叫 这个 最大个中保留 还有一个其实是 右键单击是 可以隐藏 也可以提出 可以提出了 比如说这个 我可以直接这样右键单击选项 从Funder中移除 我现在可能我用的是这个 那么将来有一天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不用了 那怎么办 我就把它隐藏了 或者是怎么样 退出掉 我看这个 resource 登陆时打开 Funder中显示 这可能我们做了一些设斩 这个好像是算不掉 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说你怎么样 把长远的一个软件放上来 嗯 这是什么意思吧 我打开 比如说我这里边 我说现在我这个 需要用到某一个软件 嗯 所以现在呢 我要用这个地图 或者是计算器 我就拖住 然后我一转 时候就放上来了 嗯 它就在这 不要的时候 右键单击 然后选项里边 选项带里边 怎么样 移除 就删掉了 嗯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 这个一个 大概一个用法 最简单用法 可能长这么多 差不多 常用的这个软件放上去 不用了 之后删掉 对吧 嗯 后边我们再来看应用程序啊 这个应用程序里边也有挺多的 小时候你觉得你拿到电脑的第一件事情 干什么 系统都给你装好了 嗯 拿到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看看能不能各个上网 对 说对 那么看看能不能上网 上网是非要有一个浏览器啊 对 这个就是我们应用程序里边 我们去看看这个 那你这个应用程序都长到哪了 嗯 我们在里边有一个应用程序 看到吧 嗯 Application 那么所有的都在这里边 你找不着呢 你就来这儿找 如果这儿也找不着 那就是没有安装 OK 这边有很多啊 太多备样漏变迁 凡是常用到的都有是吧 计算器啊 日历 包括常用工具里边 还有什么 终端 我们前面说那个啊 就是命令行的一个工具啊 有挺多 那么重点 我们说几个重点呢 常用的 第一个你要上网呀 你上不了网 现在是吧 就像今天没带手机一样 是吧 对难受一天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什么呀 它的一个这个上网的这个叫这个suffery 它的一个浏览器就像我们这个windows里边的IE 是吧 嗯 那酷尼血糖 是也可以打开 这个网速很慢 行了 我们就不该暂时啊 酷尼血糖 是吧 嗯 这个是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这个浏览器的用法当然非常简单 除了这个之外另外呢就是你你上网之后发现怎么样了 没有QQ是吧聊不上天是吧 那得下载那么这里边呢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搜一下是吧 嗯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app store app store就是应用成一商店 商店 在这个商店里边呢去找 在这可以搜索 所以我要想用什么想用QQ 一搜 当然这个网速啊不是很比喻啊 这个一搜在这呢 我们就搜到QQ点击 然后安装下载 这是我们这个app store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去看看啊 我们pb上给大家列出来一些这个常用的 还有一个终端 这个终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那个命令行在这 使用工具里边打开有一个叫终端的 如果你常用你就像我一样 把它放到这个DAC这个码头上边来 是吧 嗯 这个经常会用啊 ls-al 这个clear 一些操作 qw退出 w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叫 叫dashboard 看这个啊 这个是啥 这个 fn功能键加f12 我们会看到这儿 这里边我们会打开一个 你看这 就是最常用的 就像我们桌面上有几个小插件一样 嗯 我有一个日历 有一个磁点 还有一个变迁 还有一个计算器 在这儿呢 你觉得哪个最常用你还可以架 比如说炒股了 那么叫股票加上去 是吧 嗯 这个还好我这个不太不太这个 不太这个不会玩炒股是吧 否则我估计惨了现在是吧 那么你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游戏啊 是吧 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啊 这个通讯录啊 是吧 嗯 这个这个浏览器啊 都可以放到这个地方了 另外呢 这个你还可以删掉 比如选择某一个不要的 可以把它删掉 哎 这个 苹果的分割就这样了 是吧 嗯 点叉叉 是吧 算掉 都不要 干干净净了 Ctrl F12 然后又退回去了 这个就叫这个death bar了 是吧 嗯 还有个叫missing control 就是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有几个 我要看一下 F3 看着吧 嗯 还有F4啊 这个F4 我们说流行花园里边是有F4啊 嗯 有没有 有 F4是吧 这个 小时候都不想 哈哈 那我们看看这个就是 你不用去那个IP 就是application 那个文件夹里边去找 你直接按F4 这个所有的应用程序 就通过表格的方式 给你这个展示出来了 OK 那么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些的一个应用程序 呃 常用的几个 另外就是说你怎么样 新建文件 呃 怎么样 这个新建文件 加三处文件夹 三处文件夹 在图面上新建文件夹 那你就右键单击 然后新建文件夹 嗯 我们要删除 就右键单击 移到 这个叫废植楼 OK OK 闪掉 新建文件在这是新建不了的 不像我们是说是 那你还想新建一个文件怎么办呢 你找F4 是吧 找到F4 你想建哪种类型的文件 比如说想建一个 word 文档 那你就 word 文档打开 你要想建一个 txt 这样一个文件 那你就要把这个 txt 打开 那是F4 嗯 这边如果没展示出来啊 你就去这个去哪找呀 去我们这个大本营里来找 引译程序里边 说有一个备用录 有没有 嗯 或者是这个这个变迁 就是打开这个印译程序 可以创建 整理它这种类型的一个文件 另外一个办法 比如说 你想创建一个文件 你可以成功命令行 后边我会讲这个命令行 ls 我说cd到这个home 加募录下边来 你可以touch test.txt 这个就创建了一个文件 touch一个 ok 后边呢 我们会讲到 这边touch一个文件 ok 这应程序文件和文件加 那么在到后边 就是一个系统偏后设置 这个里边呢 要设置的内容也有很多啊 我们来看看 那么上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 说我想看看这个 mac 系统 关于本机 这是当前这个 macOS 超系统的一个版本 是吧 你的cpu是多少 内存是多少 这个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 启动盘是哪一个啊 嗯 等等等等 显示器啊 这个存储啊 内存啊 然后支持啊 然后服务 一大堆 自己看看啊 那么另外下边这有一个选项 就是系统偏好设置 系统偏好设置里边 比如说哎 小时候刚才说了 嗯 上了之后第一件事情要上网 是吧 发现没有网络 效果配着ip地址 那又难倒了 嗯 不会了是吧 嗯 那么现在教你 这个偏好设置里边 其中有一个网络 看到没有 网 啊 点击网络 网络里边 比如说你连的是这个 以太网或者怎么着 WiFi 啊 WiFi 那个你说这个手动设置IP一点 然后这就有IP 然后点击高级说 这个你要设置一个IP地址啊 DNS是什么什么 最近都要设置 当然我这这儿 没有给他一个 这个合法的一个IP地址啊 这个都 大家都会设置啊 那也就说这个 什么意思呢 这个 嗯 网络设置会在这个地方来展示 说应用 打开偏好设置 那么这里边有很多 通设设置里边 比如说当前一些外观啊 颜色啊怎么样 设置 还有这个 说想这儿设置一个屏幕保护 是吧 怎么怎么样 在这儿都可以设置啊 对 平保 是吧 怎么怎么样 那这条后边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Dark的一个设置 Missing Control 说一开始买来 这是一个英文版的 我也想改成中文的 就改这个地方 看到吗 嗯 这个地方语言 你往上一转 直接就改成 首选是英文的 那就英文的 我记得我之前还用了一段英文的 也不错 是吧 就是啥也看不懂 是吧 那么后边一些地域啊 这些时间都可以设置 呃 再往后边就是一些安全性的设置 我们经常安装软件的时候啊 他说 你这个没在IP store上边 你要不要安装 你要不要安装 如果你选的是 允许下列位置啊 下载 你只AP store 全能安装 那其他位置就装不了了 你要把任何来源 就说网 网页上下载一个 我也可以安装 嗯 还有防火墙呀 一些隐私呀 一些设置啊 那么后边就是这个显示器啊 你要改一下分辨率 是吧 这这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分辨率 后边还有一些节能设置啊 节能设置里边 比如说多长时间 你就给他都给恢复默认就OK了 是吧 对 后边还有一些键盘怎么样设置 这个其实这个键盘有很多的快捷键啊 就是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触摸板 是吧 两个手指怎么样 三个手指怎么样 是吧 四个手指怎么样 看四个手指啊 他就开始 看到没有 嗯 出来 这个很神奇的 这个好多东西 我们都没有发发现 是吧 就是两个手指向上推向下推 那都三个手指怎么样 那么下边一些人本呀 是快捷键啊 输入呀等等 这个啊 那么这是有关这个键盘设置 嗯 鼠标设置 这个刚才说这个触摸板 你这个 是向上下下这个 是吧 说你是自然方向还是怎么样 是吧 他给你这个有动画演示 对吧 嗯 后边还有一些声音啊 就是一些设置啊 还有这个 其他的可能不多了 主要就是网络设置的 对吧 嗯 还有一个用户 你说要兴建一个用户 就这样加一个 比如说小时候这个机器 要连接一下我这个机器 我给他加一个用户 加就是421 是吧 嗯 密码是123 哎 他就可以登录了 对吧 说这个我想改一下密码 你就at mobile 锅 然后给你改密码 对吧 嗯 这个 ok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嗯 嗯 叫个 Time 这个Mersion 时间机器啊 他就是 呃 比如说我想备份一下我们的系统 可以用这个TimeMersion 其他一些辅助工具 这是有关我们这个系统偏好设置啊 嗯 下边我们再来看下后边啊 就是常用快捷键 小时候你这个觉得这个Mac里边常用快捷键的灯灯有哪些啊 对我来说自己管用的复制单贴呗 Ctrl C Ctrl V 是吧 经常用啊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你就是 当然现在你要有有一个习惯的改变 要有什么 改成Cmd Cmd V 是吧 我想把这个窗口关掉 那怎么办啊 我不关这个啊 要不还得打开 嗯 我打开一个 密码门窗口 我操作了半天 IOS 是吧 然后这个Clear 清屏 说最后不要关掉 Ctrl W 看到吗 Ctrl W就关掉窗口了 说这个这个程序其实还没有彻底的退出 要上退出呢 Cmd加p 看这个地方没有那个亮点了 打开是这样的 看到吗 刚才W是怎么样了 这个 他这个地方还有亮点代表他没有退出 显示文件和这个文件夹选项 这个用的不多 要想删除 这个删除 比如说我在这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我也想把它删掉那怎么办 看这个明天啊 Cmd加什么呀 退格键 退格 直接删掉 是吧 用你怎么样了 说右键单击 然后放到哪呀 说要放到那个垃圾箱里边 这个麻烦 直接快捷键 然后还有捕获 捕获屏幕 这个这个用的挺多啊 捕获就截图 截图 小时候你这个说 经常用这个说 用QQ截图是吧 对 搞你开out 搞你几个这个快捷键啊 嗯 经常截这个区域的是吧 嗯 Cmd save 加3 就是整个一张图片 听懂吗 咔哒一下 哦 听懂了 那我这个整个的一个屏幕 就截好一张图了 是吧 说是我这还有一个截图 截一个 一个区域的 Cmd加4 再加4 可以选 一选 直接到这了 是吧 嗯 那我说 我这个有剪贴板 我不是这个 我不是说 放到桌面 放桌面多麻烦 我直接QQ 给朋友传过去 那这个怎么办了 这个 我这个就是 Cmd sift Ctrl 加4 Cmd Ctrl sift 加4 那这个啊 就到剪贴板上了 你看这桌面是没有 我到QQ里边 我一三天 它就过去了 懂事的意思吧 嗯 明白 那么后边就是 还有这个 F就是插找了 嗯 Cmd加这个 控格 这也是插找 后边是Ctrl 加back 相当于delete 这个是彻底删除 刚才我们这个删除啊 Cmd加退格 就是delete 键是 比如说我新建 给你加看啥 嗯 我这个Cmd加 delete 它是放到这个垃圾箱里边的 废纸楼了 我就想彻底删除掉 你你别废纸楼 我就彻底删除 那要怎么样了 嗯 Fn 就是那功能键 加上delete 哦 delete 好吧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开机的时候 听到启动键之后 你要按这个option 就是那个out键 我们经常啊 就是有有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刚买了这个 苹果的一个设备 发现这个Mac系统 的确是太难用了 是吧 这个乔布斯太怪 设计这样一个系统 太垃圾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是我又舍得 这个扔掉怎么办了 我给你教你一个办法 你可以装一个双系统 一个windows一个Mac 但是问题又来了 每次它启动 都是直接就一路 启动到那个Mac 它跳不到windows里面去 那怎么办 启动之后 立刻按到这个out键 按住out键之后呢 它就弹出了一个弹光 让你选择是windows还是Mac 懂了没有 嗯 这边就是我装双系统的时候 准备按期换 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看 后边内容啊 那么后边呢 我们会讲到这个 整面软件的安装和卸载 嗯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说 哎呀这个Mac系统啊 你看几件事情啊 上了之后 先是 配置IP地址 是吧 打开我的浏览器 上网下载软件 发现下载完了软件 不会安装 是吧 要找QQ 或者最基本的找一个输入法 是吧 搜狗的输入法 我喜欢安装上 搜一下 搜狗 这个Mac 搜狗输入法的Mac版 是吧 嗯 那有没有呢 肯定有啊 这个forMac 基本上都有啊 基本上都有 现在大多人 那你点击下载 那么点击下载了之后啊 这里边就是一个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什么呀 DMG的 这个下载速度的确非常慢 我看看快快 这个太慢了 是吧 我就不说了 那么下载完了之后 你双击就OK 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安装完了之后 它是呈现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它会有一个.apt 这样的文件 那么要求你呢 拖拽到我们这个 application里面来 它会呈现一个对话框啊 然后这里边 要到application里面来 你安装完了之后 不想要它怎么办 就右键单击直接放到 废纸楼 废纸楼这边就OK了 嗯 那么这个呢 它就不会在那个 直接散掉啊 嗯 这个非常简单 最有关的一个 怎么样安装和系列 OK 嗯 嗯 嗯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会讲到 有关常用的这个 UNIX命令的一些使用 那么这一节呢 相信这个 呃 大家应该是收获很多 是吧 对 包括这个 Mac系统的一个 传用的一些操作啊 怎么用这个 怎么样的用 尤其是快捷键 是吧 尤其那个截屏 是吧 嗯 截屏快捷键 还是大有收获 是吧 好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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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